7月25日,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帷幕 新冠疫情突袭全球,电影产业遭受了巨大打击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释放出行业和市场逐步复苏的信号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的影院展映影片为320余部 其中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和中国首映片为232部 共分为36个大小单元,在上海29家指定影院展映 开幕当天,记者在上海影城主会场的排片表上看到 几乎所有场次均一满座 抢票成功的影迷难掩兴奋之情 在大厅的背景墙前,拿起手中的电影票一起合影留念 因为也是看了好几年的电影节 然后今年一开始就是电影院都没有开 所以还是蛮难过的 然后这次又趁着电影院7月20号开幕 然后电影节上来 所以就特别激动 然后也排了很多的电影 但是最终也只是尝到几张 因为今年确实入座率也比较低 我觉得我也是运气特别好强到的 我觉得就挺开心的吧 因为2020年到现在半年过去了都没有看得上电影了 然后正好也是电影节 因为我去年参加过电影节 所以我觉得整个是挺棒的 而且安全措施也做得特别好 在观影的同时防疫工作亦不能放松 记者在上海影城看到 观众入场时需要测量体温 出示健康码 登记个人信息并全程佩戴口罩 这些举措也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支持 现场秩序井然 不少影迷透露 沉浸时的观影感受是吸引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主要原因 电影院的话跟家里我觉得是完全就是质感上不同吧 不管是音响设备屏幕大小 然后同时那种沉浸式的观影的感受 也是你没有办法在家里体会得到的 记者了解到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较往年有诸多改变 作为会表示 疫情防控下 此次电影节的举办形式调整为线上线下病局 除了增加露天展映和线上展映 一批国际电影名家如视之愈合 贾张科等主讲电影学堂的大师班 也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举办的电影节上 打开网络窗口与中国电影人面对面交流 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取消了金爵盛典即红毯 金爵奖颁奖即红毯等聚集性活动 以及金爵奖亚洲新人奖的评选 用公布官方入选片的方式 体现一年来中外电影人的优秀成果 国际影视交易也将采取云市场方式进行 所委会表示 这都有助于兼顾疫情防控和电影产业复苏